士小龙两岁学武五岁成名 曾被称为李连杰接班人 牺牲童年换名气真的值吗 出生在武术世家的士小龙 两岁就被父亲陈同山送入少林寺了 自从踏进少林寺的那一刻起 他的童年就被香火器和高墙围了起来 为了让儿子成为武功高手 陈同山随士小龙一起走进少林寺 儿子接受训练时 他更是亲自上前给予指导和纠正 陈同山对士小龙的要求极其严苛 每天凌晨五点半 他都会生拉硬拽 把被窝里的儿子从睡梦中拉出来进行体能训练 跑步还算轻的 就连下腰 压腿 匹刹等高难度动作 他都要一一给儿子安排上 有时看士小龙下腰 压腿有些倦怠 动作也不标准 他立马立声斥责 并及时出手纠正 哪怕儿子带着哭腔 喊着一声声要命 眼泪止不住的流 他都不会动一下侧隐之心 甚至还直言当时真想一下就把儿子腿给压下去 练武就得吃苦 就得把出的汗和流的血都默默忍下来 正常成人都很难做到 何况是年幼的士小龙呢 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在父亲和师父如此苛刻的要求下 他失去了童年 换来了备受外界关注的目光 四岁那年士小龙在父亲和师父的带领下 走出寺庙去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武术比赛 甚至还随师兄弟们一同前往弯弯参加节目 宣传中华传统武术文化 他在台上挥拳的动作复活了众人的心 就连导演朱延平都被他的魅力征服了 之后士小龙与林志颖出演的《孝林小子》翻上了荧幕 他也靠实力红遍了大江南北 一时间备受瞩目 人气一度赶超一线明星 那一年他才五岁 走红后众多偏约 接踵而至 失去童年的士小龙 连十几岁的大好青春也没有留住 全都奉献给了练武和拍影视剧 每次提起这些事 外界都不免替他感到惋惜 并对陈童山有些怨念 至于他到底为何如此狠心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 直到后来陈童山成立的武术学校 以《孝林寺是小龙》武院的名字和儿子的代言形象 出现在外界眼中时 大众才明白过来 他这么多年来或许一直都把儿子当摇钱树 虽然他曾透露自己后悔逼儿子练武 但他令外界诟病的举动可是一点也没落下呀 由新闻媒体爆出陈童山的恋武学校中 有位女学员在恋武期间发生意外不幸离世 尽管以陈童山为代表的校方给出解释 称女学员事件与校方无关 但大家还是把矛头对准了他 大家认为这事与陈童山脱不了干系 看他早年用鼓励训练儿子的狠径 就说明他不是个善叉 更令大家气愤的是 这件事本来与世小龙无关 可就因为他是世小龙的父亲 所以外界一些人连同世小龙一起指责谩骂 让他一度陷入了尴尬境地 即便是有儿时的影视滤镜 一些人对他的好感度也大不如前了 这张照片激起了世小龙所有的背景 世小龙原名陈小龙 两岁起便进了少林寺百师学武 师承少林寺助持施永信 法号随之也改为师 世小龙的这位师父可不简单 不仅教他武功 助他成为武功高手 还先后带了不少徒弟 助他们在演艺圈靠武功拳脚 大方异彩 比如王宝强 他和世小龙很小就认识了 王宝强八岁来到少林寺 在这里待六年 而世小龙两岁就来了 所以真要论辈分的话 他也算是王宝强的师哥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 那就是洪金宝 洪金宝也曾在施永信门下 进修武艺 所以论资排辈 世小龙算得上是他师兄 以至于两人那张 平起平坐的照片 从网上流出后 大家都见怪不怪了 不仅如此 世小龙还有一座坚硬的靠山 那就是他的干爹武敦 武敦的地位和实力有多高 那是众人皆知的 除了任职长虹影视总裁 这一职位以外 还是弯弯竹联邦的总护法 外界都称其为鬼剑筹 足以见得其在影视圈 和社会中的地位 那么武敦又是因为什么 做了世小龙的干爹呢 这其实也要归功于 他的实力和个人魅力 当年年幼的世小龙 前往弯弯拍戏 武敦就是被他一身 好武功折服的粉丝之一 武敦看他努力又长得可爱 辨认他做自己的干儿子了 有了这个干爹的帮衬后 世小龙的演艺路 走得十分顺畅 到手的资源也很好 而且在演艺圈的地位 无人可撼动 即便是向华强 也得碍于武敦的面子 对他毕恭毕敬 其实除了这些关系往外 世小龙的父亲陈同山 起点和资历也很高 陈同山从小跟随父亲陈成文 与叔父陈武精练武 15岁时 他就已经精通了 少林寺传统套路 和20多种武林兵器的使用 就连一般习武之人 无法掌握的黑武权 他都不在话下 尤其是拜师全师 豪士斋后 他的武艺一天比一天强 凭借着这股对武术的热爱 陈同山不仅走南闯北 宣传武术文化 还把中华武术带出了国门 登峰是少林武术协会副主席 郑州市武协常委 这些称号也不是空学来风的 由此可见 世小龙这是妥妥赢在了起跑线上 但他这一路走来 却并没应起点高而懈怠 反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 一步步把成就和荣誉揽了过来 世小龙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仪式英明 竟毁在和解手上 两人因刀客外传结缘 在拍戏时萌生了感情 电视剧上映没多久 他们就被爆出 手挽手逛街的照片 引起了外界的热议 是小龙录制李静的节目时 也曾被对方询问他们之间的绯闻 小龙这段时间在网上看的 铺垫盖地都是你和和解的绯闻 啊对对对 你解释一下 你要我们这段祝福吗 看大家一手无数 一番话似乎坐实了两人的恋情 关于两人这段姐弟恋 很多人其实并不看好 但他们似乎并不在意 经常给众人撒狗粮 频频被派到相约逛街购物等 可尽管十分甜蜜 他们这段恋情 还是没能发展到 共度一生的地步 很快就分手了 分手后和解在一档节目中 宣称他是单身 还毫不避讳的自爆择偶标准 在这些标准中 有一条是年纪比他大 这一点不足以令众人震惊 但细看其他标准 却让大家有些账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因为和解在这些要求中 着重强调未来的另一半 一定要懂得照顾他 性格也要温柔 这就让大家产生了质疑 莫非他是在内涵 士小龙与他恋爱期间对他不好 有了这样的质疑后 士小龙私底下的人品 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随着外界谣言四起 他的演艺录 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被前女友如此内涵诋毁 但士小龙并没有数落过 对方的不是 没有说过对方一句坏话 直到几个月后 和解无缝衔接了贺子明 很多人才觉得不对劲 认为士小龙无辜的可能性比较大 并对他的印象有所好转 当年在和解与贺子明的婚礼现场 很多人都看到了士小龙的身影 虽然他这么多年来 没有为和解当初内涵自己而证明 但这一举动 还是不难看出 他对这个前女友的祝福之情 对于自己当初因受内涵 而影响的事业录 士小龙也一直持有坦然态度 他并没有想方设法制造话题炒作 来博关注 反而是在认真过自己的生活 打磨自己的演技 比如他参演的 听见下雨的声音 城市游戏等作品中 那些复杂的内心戏片段 也足以证明他的演技 早已逐渐成熟